这里是标点符号一家结合同志与梦想的早午餐店 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们同志族群大概占我们50% 那我怎么不往同志族群这块好好的做一家专门否同志来聚集的店 因为那时候其实比较少人做 因为大家会怕第一怕如果你挑客群可能你的生意就做不好 家人可能也会反对说那你如果开了一间专门否同志的彩虹早午餐 会不会说开下去然后就只有同志族群 那如果没有同志族群是不是就做不起来 资讯工科出身的创办人孙文华在刚创业时 用了要还学贷的钱来开店 因为本身对餐饮非常有兴趣 又在经过新门时恰巧发现一间在顶样的店面 于是决定同身早午餐一员梦想 其实那个时候的同心也没有被很看好 也没有说很公开化 所以对于我觉得对于同心内这一块我会比较认真的去想说把他的好 把他的最好的那一面跟大家都一样的那一面做出来 那我想说如果你慢慢做慢慢做 你做出来大家看得到了之后 大家都会就是会对同心内改观 在经验和财力都不足的草创时期 他们靠着支持活动来推广标点符号 包括悬运时免费提供早餐 以及同志游行的饮料送暖 都让更多人知道这里 在同婚视线时也制作了两杆毛巾 让大家可以绑在头上当作抗议布条 脸书上也是都看到朋友都会打卡什么的 所以这边真的是算是圈内很有名的一个重要的景点吧 除此之外店内的插画也是他们以行动支持同志的一大特色 他是男生是大衣袋的 他女生是穿裙子的 可是这边男生却是穿裙子的 女生却是大衣袋的 那其他他所象征的是我们线别的公司上面 不应该是有不一样因为是在表现的 然后我来的感觉就是一开始会觉得很害羞 只是因为平常生活中根本不会看到那么多跟同志有关的东西 那来到这边就会觉得 这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可以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感觉好像可以让大家互相交流 或是你有什么问题问老板 老板可能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 原本的装潢有更多的彩虹元素 后来有越来越多同志来请教宋文华开店成功的方法 兴起了他帮助年轻人创业圆梦的想法 也成功协助一对女同志接手他的另一间店面 孙文华在新装潢中加入更多梦想的元素 希望自己能为想创业的人尽一点心力 这是一个象征彩虹的翅膀 我们老板一开始从第一间店 第二间店到第三间店 每一间店它都是屏直它的细面 然后一间一间把它做起来 所以这是象征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 每一个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实现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